支联会副主席周恒彤和一个20岁外卖速递员被捕 警方说两个人涉嫌宣传或公布未经批准集结 支联会表示遗憾 说香港市民有悼念六四的权利 警方早前拒绝支联会的六四集会和游行申请 上诉亦都被驳回 警方说留意到及后仍然有人在网上呼吁市民参与 涉嫌违反公安条例下宣传或公布未经批准集结 朝早分别在中环和沙田拘捕支联会副主席周恒彤 同一个20岁从事外卖速递的男人 周恒彤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以灼光或灯光悼念六四活动的宣传贴文 今天亦以支联会副主席的名义在明报发表有关六四事件的文章 文章提到警方因为疫情不让人民集会是荒谬 说我们是要容忍这种荒谬 幻至以行动反抗强加注我们身上的荒诞规矩 文章也提到希望在夜晚八点见到市民的烛光 支联会被书蔡耀昌话非常关注和遗憾 说现时港人面对人权和自由的压制 对于警方其实到现在都未能够提供有什么详细的证据 是去或者是法律的评估去作出拘捕 我们是予以谴责 我们依求警方如果没有一个确实的法律的理据和证据 应该是立即放人 有可能是想是做一个震懾 或者是去恐吓香港人的效果 警方也似乎是想制造一个寒蟬效应 他促请当局尊重港人牵制上的权利和自由 不要任意执法 《无线电视机者》何文君报道